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這一家 本頻道是有關於投資理財、社交娛樂等 喜歡的可以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金融股與銀行股怎麼風險評估呢? 可以用三大指標來平衡資本氏足率、預期放款率、背底代帳覆蓋率 那這三大指標可以到銀行局的全球資訊網中可以查到資料 那資本氏足率中以資本多者為家 那預期放款率的部分則是預期放款最少者為家 那背底代帳率中則是以背底代帳多者為家 是否有其他的評估方式呢? 也可以用這八項來進行評分 使用這八項的原因是 只要更易取得 也更容易進行多方面的比較 前四項 鼓勵 填習日速 分配率 殖利率 可以知道對股東好不好 配企大不大方 後四項呢 EPS 可以知道企業獲利好壞 流動負債 短暫的欠債的問題 還有負債 是屬於長期負債的狀況 還有速動比 即使還款的能力喔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比較吧 簡介 台中營 此表為近十年平均值 收益來源 利息的部分佔了67% 手續費的部分佔了19% 那市值是650億 上市年限時39年 近十年企業表現 鼓勵的部分佔大概是在0.6到0.7元左右 填習天數有一次超過一年 分配率的部分是大概60到70之間 直律率的部分都是6到7%左右 EPS呢 以近一年表現最差是0.55元 短期負債呢 所以是低的 長期負債呢 是逐年有改善 速動比的部分表現良好 總平均有兩項是偏紅色的 是表現較差 近十年鼓勵換算 7%便宜價是10元 5%合理價14元 3%昂貴價23.33元 頻道將與各位朋友分享接下來的影片內容 也請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聽完整片影片內容喔 同時也建議你可以按讚 這樣日後可以在播放列表中 找回這部影片 那在開始之前 還是先跟大家解說一下 本頻道常識多角化經營 會提供大家更多元化的內容 也感謝各位幫忙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的朋友們 看完本集內容之後 希望對生活有所幫助 那我們就開始吧 台中營 連續配發13年鼓勵 合計9.07元 填犬填息的部分 填犬1352天完成的填犬 最快一天就完成的填犬 而填息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1352天才完成的填息 最長的部分 最短呢 就是兩天就完成的填息 台中營每月加薪5000元 近10年鼓勵換算是0.76元 除以一年5000元所需的費用 算出來是79張 以近10年鼓勵換算 7%便宜價10元買進 算出來結果是要79萬 以年薪每月2.8萬進行換算 不到三年就可以每月加薪5000元 感謝大家長期來的支持本頻道的內容 影片的規劃、執行、製作真的很不容易 也請畫不到三秒鐘 按個讚 達成1000個訂閱目標 也請留言 知道大家的想法 最後別忘了 關注、訂閱、分享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 希望大家能多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薑 謝謝大家